安全食材的守门员是谁 安全食材的守门员当然是产销履历 行政院农业委员会从96年起 推动了产销履历农产品制度 强调安全永续公开可追溯 第三方验证等核心价值 并且有严谨的国际第三者 任验证体系把关 每一年针对优秀参与者 评选出产销履历达人 而今年已经迈入了第七届 总共选出了11位农粮产类 两位水产类 两位续产类 总计有15位达人 就让我们一起造访产销履历的达人们 重新来认识 这个从生产到加工 都要全程记录并且验证的严谨标章 了解每一位达人的坚持 以及在经验传承中学习 又突破传统的心路历程 随着食品安全的意识抬头 我想大家对于吃下肚子的食材 它的来源跟安全 越来越重视了 除了要食当力 要价在地 要认明贴有TAP的标章 产销履历的农产品 也能够轻松当个聪明的采购者 让大家都能够安心 能够健康哦 截至106年的10月份 有超过1800位的业者 也加入了产销履历的制度 每个月平均可以生产 超过600万件的贴标商品 来让民众选购 商品的品项包括了蔬菜 水果 茶叶 养殖的水产品 还有肉品乳制品加工食品等等 贩售店家也编辑了全台各大的连锁卖场 还有超商呢 而在台湾 有一群农民朋友 他们非常辛苦地生产农产品 更加用心地参与产销履历农产品的制度 而这些贴有标签 拥有身份证的农产品 每一个生产的环节的资讯 更是清晰而且完整了 产销履历的制度 由农委会跟全国认证基金会共同来把关 并且由符合国际规范的验证机构 来确认产品跟产制作业 持续来符合相关的要求 而通过产销履历的验证 再贴上TAPTAP这个标章 这些农产品呢 也就代表了对于农产品安全的把关 农业环境的永续 追溯处理的能力 以及产销过程资讯透明化等等 有了产销履历的农产品 大家就可以聪明买 健康吃咯 产销履历达人的世代传承之路 我们走访了南投彰化台南跟嘉义 那么首先呢 这个拜访的对象 一样是透过产销履历验证的达人 那就是招物茶庄的负责人 王景峰先生 王景峰是鱼池乡 申请产销履历验证制度的第一人哦 那么现在呢 由二女儿在一大少码头 来经营首摇茶饮店T18 店内的茶饮跟包装的茶叶呢 都是使用自家生产的产销履历验证 跟自然农法所栽种的茶叶 以前我的主物就是开始 就是在这个农领公司的土地上耕作嘛 然后到了我爸爸还是一样嘛 那民国差不多五十几年的时候 差不多六十年了 这个茶叶我们的红茶它就没落了 那没落以后 足足没落了差不多三十几年 到九号一以后 我们有一个乡长在开始一乡一特色的时候 我们移植乡就是推红茶 我们移植乡就是推红茶 然后这个红茶呢 开始又复活到现在就是差不多十六年嘛 十七年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移植乡农作物的一个转捩啦 这个山以前 本来都是阿萨姆红茶 你看它现在里面 你看从这里走 现在一错一错这个也都是红茶 那红茶到了民国六十几年没落的时候 所以很多人就开始种冰榔 那冰榔在民国七十几年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台湾称冰榔叫黑金嘛 一个冰榔可以换一斤的鸡蛋嘛 然后我们这个冰榔开始好以后 我们全台湾省每一个县市都有冰榔 冰榔树它有一个危险 就是说它喷尿的话 你看它那么高 它都是用动力有没有 给喷上去的话 它它会漂很远 所以这个周边环境 就是按照道理讲 就是说你不管说履历或有机的话 它最怕的就是周边环境 它讲到周边环境的话 我要诉苦一下 为什么呢 因为像我们如果说 我们做履历又是做有机 那它是传统 它喷尿它不管你 那我们的政府是要求 我们应该去防治 防治这个什么周边环境 哎呀它说起来它是不行 它这样 那我们要来负责 是不是我们不会污染 它会污染 是不是应该是 会污染的人 应该自己要控制嘛 不要污染到别人 这样才对嘛 那我们现在所行的法规是 我们要去防治它嘛 那我们要怎么防治 所以这个中间 我认得说 我们这个规定 它还是有一点出入了 刚刚为我们详细介绍 种茶历史 以及履历跟传统之间 纷争的正是 原来是邮差的 王景峰先生 他为了女儿的红茶梦 而转做茶农 妇女两代一起为传承 鱼池红茶而努力 而为了当女儿的后盾 他也放弃了退休金 王景峰从油差变成了农夫 投入了鱼池红茶的复兴 而这个以爱为源 来孕育出来的茶香 温厚香醇 也充满着回甘的醇韵呢 茶院里面带着我们的是 穿着绿色邮差制服 采茶的王景峰 哇 他的身影是格外的吸睛呢 他说过去他当了18年的邮差 本来两年代当 拿着退休金 但是民国八十八年 九二一大地震 重创了鱼池香 所以也改变了 王景峰一家人的人生了 王景峰的两个女儿们 从小到大 都是听着阿公 用阿萨姆红茶养活家庭的故事 那么爸爸小时候 也就跟着阿公到茶园工作 小小年纪呢 就挑着采好的茶青 走很远的路 茶园的点点滴滴 让姐妹俩油然而生 一种传承的使命感 想在大学毕业之后 来从事振兴鱼池红茶的工作 而在九二一地震之后 茶改厂的鱼池分厂 试图以当地特色的台茶18号 也就是红玉红茶 为鱼池香来找回新生命 姐妹呢 于是建议爸爸王景峰来建地 然后呢 由他们负责销售 为了一元两个女儿 传承鱼池红茶的梦想 她再度回到爸爸 荒废十几年的 阿萨姆老茶园 把老茶园间种的槟榔树 给砍掉 然后就开始种植台茶18号 红玉红茶 我们这里这一个茶园 他去年生产的茶区比赛也是头等 他今年比赛也是头等 我认为他的土地 还有我的种植王娃 他是一个很正确的 这个履历的茶园 我们都没有使用杀草剂 等一下我们也有把今年的头等茶 早上有煮了一锅 然后等一下我们就可以喝 这个吼 要说这个的话 它就是一个故事啦 因为我们家以前也是种檳榔啦 那我太太就是在红檳榔 我们到开始要种茶树的时候 因为我们以前就是种茶的 我知道茶园一定是要全日照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直接叫卡拉基来 他就挖土基来 就全部把檳榔全部都挖掉 再种茶 那也是那个时候 挖檳榔树的时候 这相关旁边的檳榔员都说 我是傻瓜啦 檳榔树那么高 茶种在檳榔树下 它是没有关系的啦 对 他们认为说这样檳榔也可以收 茶叶也可以收 但是我认为说一个土地一定是要一个作物啦 要不然的话土地就不用那么多了 所以我毅然决然还是把它砍掉了 然后经过了六七年以后 很多茶园 他还是要把檳榔树砍掉 因为你茶叶一直 大家的茶 茶树都长大以后 那个量一多起来的话 它的品质是最重要的 你一比较的话 你品质不够的话 这你要卖好价钱是有问题的啦 所以我们当时就是因为这样 所以一染绝染就把檳榔树全部都把它挖掉了 这里海拔差不多六百四 我来解释这一点 红茶本身 它和乌龙茶不一样的地方就是 它 它生长的环境和条件 它不取决于海拔的高低 因为乌龙茶才跟海拔有关系 还有跟新开发的土地有关系 那红茶它本身是一个乔木科的树种 所以它不是跟海拔有关系 跟它的土壤 跟它的温度 跟它的气候有关系 那土壤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 它必须要是四酸的 就是说你的酸碱度应该在4.5到5.5中间的 这一个土壤是最适合种红茶的 如果你太酸或是太淡的话 它都不适合 这个是很重要的 所以为什么会有一个茶区里面它的茶特别好 就是因为它的酸碱度是最标准的 是在4.5到5.5中间 这个是原因 所以旧黄茶不在乎它的海拔高低吗? 对 因为红茶它不在海拔高低 那乌龙茶为什么需要海拔的高低 就是你乌龙茶它你海拔越高的话 它长得越慢 长得越慢的话它的叶片会比较回后 那你回后但是你因为回后 它里面储藏的内容物它会比较丰富 但是它一年的收成会少 因为像真正的高山你到2000公尺以上 一般它的收成都是两季而已 就是春茶、冬茶 那春茶的话以乌龙茶来讲 它就是说从海拔最低的一直往海拔最高的采茶 那冬茶的话是从海拔最高的地方开始往下采 这个就是乌龙茶它一个不一样的一个性质就是这样 没有错 一开始决定种红茶之后 王景峰就决定要走跟别人不一样的路 明威96年产销履历刚上路 他就率先申请 也成为了鱼池香加入产销履历验证制度的第一个人 从田间生产记录部填写 水质跟土壤的检验 到制茶工厂的卫生安全 每一个环节都要符合规范 而且要详实记录 而且要通过严格的审查集合 可以说过程是很繁琐的 但是王景峰说 麻烦过麻烦啊 但是有公正的第三方 来替我们严谨三变的安全 他说这个消费者是竟敢有信心吗 另外呢 王景峰也是鱼池香连续三年来申请日月潭红茶产地证明标章最多的茶农了 取得产销履历跟产地证明这样一个双标章 他更在2013年鱼池香的日月潭红茶评鉴竞赛当中 也荣获了台茶18号类金植六奖 以及台茶18号类优质奖 另外还有大叶种优质奖 所以呢 得到那么多奖 也让他呢 多年来的努力啊 获得了很大的肯定呢 你感觉这个产销履历 你给我们盖水节工产销履历整个的一个栽种的方式 好不好 好 产销履历你当初要申请的话 就是说他要来看你的茶园 看你的周边环境 看你的水质 然后我们这三个条件是不是都适合了 那适合了以后 我们的荣耀残留 它就是一个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指标 它就是说你不能有荣耀残留 那以我们荣耀来讲 我们的荣耀它是 你荣耀残留如果在标准以下 好且还不能超过三个荣耀 那我们一般像我们这样的话 我们都是出来都是MD啦 就是不会检测到荣耀啦 但是你如果说你都不检测到荣耀 它有一个很大的困难 就是说人家如果说是一公顷可以产生一千公斤的草青的话 我们可能只是四百公斤啦 这个是比较严重的问题是在你的产量啦 不然的话当然是都不释放化肥啊 不释放化学肥料啊 化学荣耀啊 这个当然是最好的 但是如果按产量来比的话 这样也不一定好 那一个就是说我们一定要安全的用药 合理化的思维 我们的茶是这样 我们每一次做完茶以后 我们一定有送念 是我们家一定有送念 那你送念出来的话 我们都一定会 一般都是MD啦 就算有时候会被M出的话 它也是非常微量的啦 隔壁茶 这个檳榔树它最恐怖的地方 不是在它药怎么样 它们的用药是我们茶树 有些是我们茶树不可以用的药 这个才是危险的啦 你就算说它低于标准的话 那还是不行啦 茶树就是不能有这种东西 这个才是危险的 那就是敦青木林而已 好 差不多没有 还喝茶好不好 好 好 那我们现在喝的茶 就是我们金人比赛头等的茶 也是这一片茶園生产的茶 因为这一片茶園 它叫奥浩地 奥浩地就是我女孩的 我女孩的地 所以它去比赛是 是头等的 我们 这两个阿萨姆的话 我们绿色的阿萨姆就是我们 最原先 我的主物种的 老茶树留下来的 其实它也不多啦 那我们后来在有民国四十几年在有的茶園 就是我们一般的叫我们都称它为精选的阿萨姆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老长阿萨姆 那我们这个顶级 顶级红浴的话 我们有两个茶園 它的周边环境是很好的 虽然我只申请它是产销履历 但是我们这两个茶園是纯有机栽培 所以我们的顶级茶 是有机的 但是我们只做到 理力这样 那我们这个就是我们的精选红茶 精选的台茶十八号 就是我们一般 还是会在一个品质以上 不会说它出来的话会太淡 还是怎么样都不会 我们还是有经过选择的 那我一般就是说 我的顶级 我一般就是把我们真正有机茶園的茶叶 我们都会装在顶级 其实我们都是履历而已 但是有几个地方它是适合可以做有机 因为它的周边环境是许可的 那有两个地方它是纯有机栽培 其实像这一种的话 你就履历有办法 你有机真的有困难 你四面都是火 这个都是别人 那他们怎么管你 我们没有办法去跟他们讲 所以这个就是我一直在讲 我认为说 你就是守法的人 和不守规的人 那守法的人 要去防疫不守法的人 这样 这个问题就出在这里 他们可以怎么样撒药 他不管你 那我们就算 要安全用药 我们都还是要 日子也要算 计量也要算 倍数也要算 那他们是不管的 那我举个例子就是说 日本人 他 他 他为印度印针 阿三文日来的时候 他为印度印针的时候 他是台湾姓 每一个角落 他都有政策 最后 他算得到 苗栗的大鹅 和我们 蜜蜜 来政王帝 然后 蜜蜜到 蜜蜜到大鹅 这又下去 蜜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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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蜜蜜是最适合的 所以 他把他们的改良场 就是 刷来 我们的蜜蜜 那就是这样来嘛 他把 选择到最好的地方嘛 其他的地方有状态 为什么不行 他 就是因为 地理环境嘛 气候嘛 这种 这种问题 阿 我后来 我今天回想起来 他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 大湖有一个水库嘛 大鹅水口嘛 我们鱼蜜蜜 有这些水库嘛 那我们的水库比他们大很多嘛 那我们的海拔也 也比较适中嘛 他们那边可能差不多200 那我们这里都是600 700 那我们这里都是600 这个就是一个 一个不一样的地方 你刚刚跟我们地底下有什么 德天独厚的这个环境啊 我刚才说的就是说 我们的土壤 它是 我们的土壤 红土嘛 它一个酸减度就是在 pH值 就是在 4.5到5.5 它这个酸度 就最适合红茶的生长 再来就是说 有日月潭 它的水气雾气的关系 所以让它在这个水分的调控里面 它是一个很天然的一个水分的调控 所以它会产生那么厉害的红茶 就是这一些天然条件 原来日月潭也有帮上忙 有 然后到现在的话 就是说你栽种红茶的人 他现在的耕作技术 还有就是他的环保意识 他也带给红茶 很大的一个帮忙 就是说 它让它越来越安全 这个安全 我们现在来讲 在我们的食品里面 它是要摆在第一个 你没有安全的话 你跟我讲什么品质 都没有用 在安全底下再讲品质 这样 重新种下红茶的那一刻起 王静峰跟女儿们 其实就有共事 要把茶园采取自然农法来栽培 也为每一个茶园申请产地的认证 产销履历等等 茶叶外观翠绿 调索景节 鲜艳月幕而香气淡雅扑鼻 当初春的时候 茶园的玻璃绿盎然 云雾缭绕 美景尽收眼底 是让人心旷神怡的 所以呢 他们的茶园又叫做 招募茶园 而两姐妹也分别在日月坛的文武庙 开设红茶馆 以及在伊达绍码头 创立了T18的茶饮店 全新来打造自产自销的红茶经营模式 当然把自家茶叶做成了手摇茶 也成功抓住了年轻人的胃口 也让传统的红茶走出一片蓝海 产销履历达人的世代传承之路 为大家所介绍的是 招募茶庄的负责人王景峰 他决定走跟别人不一样的路 成为于齿乡加入产销履历验证制度的第一人 他也希望更多的年轻族群 来领略日月坛在地红茶的好滋味 能够让传统的茶叶走出新的生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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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明镜与点点栏目